水马街医院才刚爆发院内群聚 现在台北马街更有护理师踢爆 卫福部要求每间医院都要加开专责病房 交不出来就会取消医学中心的资格 院方因此仓促地改装出专责病房 但是设备相当阳春 只加装了抽风机还有压克力隔板 但是里面收治的全都是重症的患者 医护人员相当担心防护不足 再加上院方一周只发给每个人 两个N95口罩 让内部相当的不满 痛批难道要爆发医护出走潮 才有人要重视他们的安全吗 对此指挥中心回应 各医院家开的专责病房都有查核和辅导 确定有保持良好通风 符合设置SOP 希望医护能安心 本土案例降不下来 确诊患者一个个送进医院 虽然指挥中心强调医疗量能还足够 但台北马肩医院就有护理师听不下去 站出来爆料 5月30号微补部要求各医院得加开专责病房 但其实只是加装了简单的抽风扇和亚克力隔板 这样阳川的环境却要收取重症患者 等于让医护和患者吸土一样的空气增加染疫风险 最扯的是连N95口罩都要重复戴 也让第一线医护相当气愤 难道要爆发集体出走潮 才有人要重视他们吗 对于内部批评 马肩回应目前的专责病房抽风设计 可以达到微负压效果 也不会限制第一线照顾者的N95使用量 只是医护的不满绝对不是无中生有 第一线只希望中央能听见他们的声音 唯有安全的医疗环境才能救治更多患者 介绍到林秉舟台北采访报道